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上半年输狗的运势 输狗的在2023年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有几颗吉星 紫威隆德跟玉堂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去年有些阴霾或阻碍都应该会改变 但是也还是有凶星 有四颗凶星 这四颗凶星还蛮凶的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当然除了甲年的人以外 像甲旭年出生193、1994年以外 还有一个是更旭年的1970年的 比较有贵人运 所以如果不是的话 要特别注意 不过紫威隆跟隆德 代表说你有很好的吉运 有高层或者老板 长官 甚至是你的父母亲 长辈都会提拔你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 不管在任何方面都是算是不错的 好那紫威隆也代表会有升官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在工作上 你虽然想做变动 但实际上对你来讲的话 变动是不错的 如果你想要再做新的改变的话 在这个上半年的周期里面 可以好好的做一个思考 那甚至到海外去都还蛮好的 因为紫威跟隆德会得到很多贵人 长辈的帮助 也代表说你在这个工作职场上面 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跟好运 所以应该说工无不克 那锐利会跟实力可以大爆发的时候 而且获得贵人的助力很强 但是你如果说在职场上面 想提升专业的高度 那就要再积极才能够有机会有爆发运 所以战斗力还要更强一点 但是你今年因为有爆败天恶天煞三煞 如果自己当老板的 或者要跟人家投资的倒反而不好 所以在职场上面 如果你不是个老板 投资不好 代表不是说你不能再继续以前的工作 你的旧的工作想改变形态 慢慢来不要急 因为有爆败心 爆败心就是说你忽然间改变了一个工作形态 对你来讲并不是有利的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结束原本的工作模式 要先思考好 你在上半年先做新的一个take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 如果想说将一些人集合起来 然后一起合作的话 慢慢来不急 因为上半年对你来讲并没有那么有利哦 下半年更好一点 因为你看天恶心天煞心加三煞心 也代表什么 容易起冲突容易有纠纷 然后容易有爆败 爆败就是说 这个合作的钱谈好了 然后大家都出资了 结果呢 变成滑铁炉 投资下去 做这个水漂啊打水漂了 那就是会产生纠纷呢 就会产生三煞跟天煞 这些运气就不会很好 所以呢 虽然贵人运很强 并不是你的partner哦 是你的长辈长官 你要听清楚 紫薇是长辈长官哦 在贵人上面 如果是政治人物的话也是长官哦 或者比你官位更高的人叫紫薇心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隆德是什么 男性比较多哦 男性的贵人比较多 所以呢 男贵人的运很强 但需呢哦 要特别谨慎的合作的伙伴哦 比较容易出状况 所以你在工作事业上的改造啦 加强哦 这个加值努力一下 那如果是国际跨界哦 要连结或者交流的话呢 要特别小心 你筹备已久的那些东西呢 是不是可行性很高 如果是像开工厂 你的产品虽然做得很好 但是乏人问津 你知道吗 所以理想跟现实是差距性的 有差距性的哦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说在工作上做好自己 原本的本分 正所本分 虽然有比较严厉的考验 但是呢进展虽然稍微慢一点 但是在过程 过程中呢 还可以让你得到一些好处哦 所以这个是不错的哦 好那接着下来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特别容易出现工作上的盲点 因为你什么 有报败心 天鹤心 天煞煞心 就是有一些栏杆在阻碍这里 那这阻碍呢 是人为的因素 或者甚至是天灾的因素都可能 天灾家人为不是很麻烦吗 对不对 比如说你去到那个地方 对不起都在下大雨 要不然去到那个地方都在下暴雪 要不然就是很很热 所以让你在海外的这些工作呢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好当然在这个整个整体上面来讲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 有利于在创新上加强可以的 只是呢不应该急功近利 在这个时候 所以呢你如果某些前期已经开发好的东西呢 比如说新的产品啊或者新的资讯啊 要传播出去的话呢 要小心的谨慎的 与你原有的厂商配合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你的客户 你知道厂商跟客户之间 经常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情况 比如说我下了订单 那对方呢帮你弄错了 那但是呢 当然会可以改调整跟改变 只是呢这个报败心就是 你做的数量过大 所以建议你不要一下子订单太大量 建议你慢慢来不要急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财运 财运会因为呢 你有这个贵人的加持呢 财运会特别好 但是投资就不可以 我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投资是不可以的 不管你是事业的投资 股票的投资 甚至其他的投资 你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否则容易呢 有爆败的情况 所以呢前面赚的钱呢 在今年反而是赔掉很多 那也代表说 不过你如果买厂房 或土地房子 这是可以的喔 因为你要开工厂 要自己开啦 要自己开工厂 不是合作 因为合作不行 开工厂是自己来慢慢来 那就要熬嘛 熬一段时间 所以你熬个半年的时间 应该算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呢财运上面来看的话呢 前半期要收回成本很困难 所以你在产业上面的投资 自己要好好先设定好一个目标 比如说你扩张产业 新的产业就要小心 原本的产业你订单 已经都接到满手的订单 那种产业是可以增加的 比如说我增加机器 我增加设备 我增加一个厂房 这是可以的 你原本就计划好的 但是呢跨行跨业的合作呢 这种金钱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钱出去回不来喔 所以你一定要提示你喔 还有呢个人方面的话呢 当然在这个动荡年 上半年还是蛮动荡 水火交织之年啦 水火交织之年 如果想钱财上面要更好的话呢 还是谨慎跟保守一点 对你来讲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就是稍微保守一点 很多人就是太过保守也不太好 但稍微保守一点 就是说你可能希望说 在时间拉长一点 在投资上面的时间拉长一点 不要一下子就说啊我现在要 我现在手边只有1000万 我就拿了800万出去投资 这对你来讲是不利的 你可能先200 300先 先试水温 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觉得你损失不会大 因为你还可以赚得回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爱情运 爱情运呢在这个上半年当中呢 因为有抱败天恶天煞跟三煞 已婚的朋友 会有一些夫妻上的 跟金钱有关的冲突 比如说家庭上的一些问题啦 麻烦啦 你就开始会有一些冲突 这些冲突会引爆家庭的纠纷 不过呢如果能够互相让一步的话就很好 玉堂是代表什么呢 玉堂是妈妈是贵人 所以家庭里面妈妈是你的贵人 如果跟先生吵架啦 或是跟太太吵架啦 那时候妈妈可以出来当你们的贵人 还不错 那有贵人可以协助你们解决一些 可能你们的不合的意见啦 或者呢纠纷啦麻烦啦 夫妻当然会有纠纷啦 怎么会没有 就我看你不顺眼 你看我不顺眼 或者两个人之间 为了什么家庭的一些杂事啊 甚至投资啦 或者老公常常夜归啦 或者老婆呢 常常出去玩不顾家 像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嘛 所以你就要注意这些问题就可以了 好 那未婚的朋友呢 这个爱情运喔 如果由长辈介绍 长官介绍 比你高位的人介绍的都是好对象 可以找到不错的 但是你自己认识的会爆败 就说走下去走下去看起来还不错喔 就刚刚开始起初的时候 感情是不错的 甜甜蜜蜜的 欸然后呢 又每天都在计划说要结婚啊 订婚啊这些事情喔 我觉得你要务实的面对啦 就说虽然这个爱情的花园 看起来就要开花朵了 对不对 但实际上欸 忽然间会爆败 爆败的话就是可能会半路杀出陈咬金 这陈咬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在抢人啦 欸这个喔 死会活标都有可能 已经结婚了被别人活标了 已婚的啦 那未婚的 就是你已经有男朋友或女朋友 男朋友被抢了或女朋友被抢了 你要特别注意爆败嘛 所以呢就会有这种喔 不太能够预防的事情发生 你说你的闺蜜 跟你很好啊经常来你家 结果常常跟你男朋友混在一起 结果呢闺蜜呢把你男朋友给掉走了 就有这种情况 所以会杀出陈咬金 那感情是会爆败就爆败 所以要特别小心 三煞就会起冲突喔 有些时候呢就是两个人的意见不合 然后呢吵架 吵到呢 爆败是什么 三煞是什么 打架 所以呢要防夫妻失和而打架 要特别注意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是有暴力倾向的喔 因为呢压力大 好接下来我们看健康运喔 健康运更要小心喔 因为天二天煞三煞爆败喔 虽然有子威跟隆德喔 看起来是健康上外表上是很好 但实际上呢可能就是 呃 常常会有一些疾病 胆朔不深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 不是非常好的重症 这重症是什么呢 比如说 你有癌症你并不知道 喔 忽然间感受到 诶怎么我好像 还有呢 比如说肾脏 肾脏要洗肾 你也不知道刚开始 所以你今年会有发现呢 比如说你要洗肾啦 会有得那种轻微的癌症啦 这些你都要去做健康检查 如果万一觉得 哪里身体不是很对情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情况 那三煞就有开刀孕喔 所以你今年呢 不管任何的 任何身体上的问题都有开刀孕 那开刀孕的话呢 并不一定是你喔 可能是家人 也可能是你的配偶 也可能是你自己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就可能在农历的二月之间 有两个二月嘛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喔 因为跟你六合 所以在二月的时候呢 农历二月的时候 一二跟农历二月 这三个月要特别注意 好不好 就是说上半年的前三个月 如果健康上的问题 要赶快看医生喔 可能 也可能是你去年的病症 延续下来的 到现在还没有好 所以你必须在前面三个月 做很大的调理 我想呢 属狗的朋友呢 在整个年度上面 有好有坏 但好的占大多数 坏的比较少 那坏的比较少 你只要注意这些细节的话 问题就不多了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韩文老师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一下小铃铛 拜拜